大家好,我是叶飞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体倒 这个倒角呢,我们这里是倒的是1 当你这个倒的这个R度要大于这边的这个R度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出现错误 那我们针对于这种错误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方案是这样子的 这个可以批量的 你看我们这个是原始的这个线 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线 把这个圆角选出来 符合最大的半径值 那过滤半径,那我们选10 也就是说小于10的半径 它全部会被选取 然后我们这里做一个存组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命令 把这个命令 我们再用一个命令把这边的R角取消掉 选取要取消的这个圆角 我们一开始存组了 然后点确定 好,它就自动把这个拿去恢复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圆角拿去隐藏 我们把它拉伸一下 这个底部的面就不要了 我们把它移开一点 然后我们再用再来实体倒角 当我们实体倒角的时候呢 这边输入它的半径的时候 输入它的半径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半径值 我们要一个个去量 这个是很麻烦的 一个去量 然后填入它的数据 这个是很麻烦的 我们这边提供了一个方法 写了一个指令 那你选取它的这个边界 要导圆角的这个边界 然后再选取你这个半径标准的圆角 它这里就自动填入 这边 然后 还有这个 我们这边 是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再输入上面的这个半径 我们这边是导一 然后这里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值 那这些属性确定完之后 然后按确定 好 它就自动把这个圆角给倒出来了 这边自动接触 这个就是提供的第一种方案 这样我们在选取这个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快速的去识别 它的这个半径到底是多少 好 这是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这边是 第二种方案 就是你看到我们这个没有 我们在做这个不顶比倒角的时候 不顶比倒角的时候 我们这里要添加半径 这边半径是 是多少呢 那我们要去量 它的这个圆角 所以非常的麻烦 我们要把这个圆角值 要全部记下来 那这样很麻烦 我们这里就提供了一个自动 只要一用这个圆角指令 它就自动把所有的这个半径值显示出来 这边是2 那这边再加入一个 新晋一个半径值1 设置全部 设置全部 这边是1 那这样子的话 就 这样子的话 就非常方便的 去我们设定这个值 它只要这个命令 命令 在执行的一点 这个命令 它就自动识别 这个命令一结束 它这个预览呢 就取消掉了 这个是针对于 目前吸流系统里面的实体倒角 所做的一个改善 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大家都准备了 这种人